来 妈 先喝碗汤 少宇啊 从来没见你下过厨房 没想到你做的菜还挺香的 我长这么大 都没给你做过一顿饭 今天做的几个菜 那些味道一般 但这是我的心意 我希望妈开心 嗯 妈 当然开心了 以后你还要多给我做几次啊 你做的 可比外面任何山珍海味啊 都好吃得多 只要你爱吃 以后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给你做 嗯 对了 妈 刚才 我还订了很多 新的种草 就在后面的柜子里面给你放着 记得日吃 嗯 还有公司上的事 以后让下边人去做就好了 让他们帮你分担一点 一个人干 才没有了 哟 少宇 你这几天是怎么了 怎么提马想了这么多 没有 心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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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从小到大 你为了培养我 花了多少精力 花了多少心思 我都知道 那之前因为毅然的事呢 我对你态度不好 是我不懂事 你要原谅我吗 傻孩子 哪有当妈的 跟自己孩子记仇的呀 妈不怪你 能有你这么个懂事的儿子 妈已经很知足了 妈 嗯 我有件事想问你 但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事 其实从八年前开始呢 你就一直反对我跟毅然在一起 甚至不惜逼走的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样做 在今天这种情况下 你能告诉我吗 少宇 妈之所以 反对你和伊然在一起 因为当年她爸 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 我跟她爸爸在商场上 有很多的明争暗斗 这些你们都不知道 后来 我联合了几家公司 用了很极端的手段 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 所以我一直担心 伊然是故意接近你 谁替他们家里复仇的 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 少宇 妈知道当你那么做 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 但是 生意场上 本来就是你争我多 不能有半点怜悯 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 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 明白 明白 现在明白了 都明白了 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再去追究谁对谁错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是这样看来 对 依然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那没有错对吧 少宇 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其实有件事 我应该这回回来就告诉你 但是我没说 你还记得依然吗 依然的妹妹 那孩子挺可爱的 怎么了 是啊 又可爱又聪明 但她不是依然的妹妹 是我女儿 是你孙女 你是什么 她是你女儿 你当时逼走依然的时候 她已经还了我的孩子 只是她没有告诉你 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离开 选择独自抚养的长大 依恋 真的是你女儿 是我的亲孙女 是 妈 你把我养的 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 所以这些年 依然受了多少委屈 受了多少磨难 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而且她遭受的这些罪 或多或少 都是由我们间接造成的 你说是吗 所以过去这些年 不能依然做了什么 对也好 错也好 那都是过往嘛 我希望 你可以用一种 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她 如果时机允许的话 我真的希望你去多和她 接触接触 多去了解了解她 你会对她开关的 好 妈 依然 选择为了我生下这个孩子 并把她养大 你觉得她心里还有恨吗 所以请你相信我 相信这个你儿子 曾经很有心来过的女人好 谢谢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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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雅 你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全做对了 我看看啊 一百分 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 昨天到晚了 是 你看 她可以 别放手 我看您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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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少雨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她都告诉你了 我也是个女人 也是带孩子过来的 我知道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 又多么地不容易 这些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 更多的还是快乐 而且我一想到 依恋是我跟少雨的孩子 那些苦啊累啊 真的都不算什么了 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 你们生活在一起 虽然过得并不富裕 但是却很充实 也很温馨 我真的非常感动 都怪我 太自私 你这些人 我都怪我 你都怪我 你都怪我 我怪我 阿姨 谢谢你 终于接纳我们 但是现在绍羽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喜欢上别的女人 她绝对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的 她跟李密在一起了 她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 如果真有这事 我早该知道 她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 演戏 这里肯定有原因 她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 她没有理由再骗我了 不如 我们一起去找她 当面问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绍羽 绍羽 我把依然带来了 你应该再跟她好好谈谈 绍羽 依然 你去坐会儿 我上楼看看 好 也不许和她的 快什么 哎呀 快快走 我把依然 都走 就成了 还是上楼 不行啊 就是她儿子 谢谢她 的 不辞而别 我有点事 要先离开一阵子 不用来找我 我想此时此刻 妈 你一定见过了一人 她是我生命中 唯一爱过的女人 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接纳 为了我 把之前的不愉快 全部忘掉 还有依恋 依恋非常聪明可爱 希望你们 能够好好地抚养她 给她快乐和温暖 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我会默默地 为你们祈祷 少语 阿姨 少语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走了 是啊 我这就去公司找找 好 你快去 一定要找到她 好的 等我的消息啊 没点了 少语失踪了 好 好 依然 什么情况 她又怎么了 她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我跟她妈妈 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一封信 信上都写什么了 她说她有事 要离开一阵子 让我们都不要去找她 但是我感觉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这样 找着谁 那个 那个 李密 走 我已经找过了 她根本就不是谭少语的女朋友 而且上次那回也是因为谭少语要气我 特意逼她演的一出戏 公司的人都在到处去找 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的 等会儿 等会儿 有点给我说懵了 就 这样吧 咱们呀 分头找 先去谭少语 经常会去的地方找 好吧 好 分头找 电话联络 好 点吧 蓝妮啊 请爸爸吃饭干吗这么破费 随便吃点就行了 我发奖金了 请老爸吃点好的 你这孩子 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累 你看你都瘦了 这样下去身体不行的 爸 我是成年人不是孩子 而且我告诉你 我已经计划好了 我先多接几个案子 然后积累点人脉和经验 到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开工作室了 可是你 你这个样子 爸爸看着心疼啊 你和天乐的事情 怎么样了 你和天乐的事情 怎么样了 难道 就真的这么分开了 爸 今天挺高兴的 咱们 能不说这个吗 那 那你和莫哲两个人的事呢 我跟他聊过了 我跟他聊过了 他向我道歉 而且说他那天太冲动 让我一定跟您说一声对不起 爸 其实莫哲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坏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 一动起气来说一些气头上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你别往心里去 蓝丁啊 我觉得 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这孩子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 真的 行了 我都饿了 好好好 来吧 点菜 叫服务员 服务员 点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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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创作怎么样了 那个你要喝什么自己弄啊 我先把这图冲完 我先把这图画完 你要喝什么自己弄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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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就是赶紧好好工作 把债给还清楚 我说的是感情方面 你是怎么考虑的 先不说这个啊 还感不感情呢 就先这么过吧 没来你 嗯 说 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也试图说服我自己忘了你 但我做不到 我 你你 我爱你 你让我来照顾你好吗 莫哲 你别这样 你弄得我真的是 莫哲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你告诉我呢 我哪儿不好 我可以为你改 我真的可以 你哪儿都做得很好 莫哲 可是我只是把你当成哥哥 我到底哪儿比不过林天乐 林天乐他能给你的 我可以给你 他给不了你的 我付出一切代价也可以给你 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莫哲 我如此 跟天乐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林天乐 我跟你之间 我们两个也是 不可能的呀 你就真的对我无同意出 你是我的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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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 家人 我才会为你最后一次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跟你结婚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给我一次结婚 你冷静一点你 你冷静一点你干什么我去你怎么会 你冷静一点你干什么我去你怎么会 你冷静 你冷静 你冷静你冷静怎么了 对不起你冷静 对不起你冷静 我们去医院我们去医院你冷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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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我喜欢你 是吗 做我女朋友呗 是否感受到我唯一爱发狂 那天了 你知道我为你流过多少眼泪 伤过多少自信吗 就是我都觉得 我特别的恨自己 一花有竹 这信仰的执着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起一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不愿回到曾经是一个孤独的自己 从你闯入我内心的那一刻 为你快乐 宁愿束缚自我 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 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 雪山 这么巧 真巧 那么不愿意见我啊 你不也是吗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这儿了 最近还好吗 挺好 你头怎么了 我不小心磕了 困哪儿了 木哲干的 不什么死 不 别 你那太冷了 你要干吗 我没问你那是王达大了 我不想先他 但不怪你出来 是吧 我 那样 爸 你还凑八蛋 放 好 好点了吗 你都看到了 林天乐竟然打我 我不会放过他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更不用替林天乐说 我已经让律师去准备材料 我让他坐牢 谁也别想救他 你也别想救他 莫哲 你哭了别说了 我要让他坐牢 你在考虑 你走吧 我好 你来说你 我哪装 你来说我 我哪装 你不想救他 你不想救我 你不想救我 你不想救他 我给你道个歉 我知道这件事你挺生气的 天乐这件事做得不对 我批评他了 他也知道错了 所以我今天 特意替他跟你道个歉来了 莫哲 大家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能不能互相忍让一下 把这个事就大事化小了 你呢 你开一笔数目 我们给你一笔赔偿金 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 行吗 让这件事过去的唯一方法 就是让林天乐去坐牢 莫哲 你可不行 不能这么做 天乐不能坐牢 林家的企业还等着他呢 他如果坐牢了 公司就没人管了 行 我真是没想到 林天乐居然让一个大肚子 来给他求情 我对他很失望 不是 他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我自己要来的 莫哲 你看看 有什么办法 咱们能妥善地解决一下 好不好 你 我累了 你们走吧 阿姨 你要干吗呀 莫哲 你 这是一个孕妇 又是你的长辈 你忍心吗 阿姨 你快起来 别管我 莫哲 我求你了 你放过林天乐吗 天乐真的不能坐牢 我 我们林家 上下的心肝靠人 都在等着他呢 天乐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我替林家大小 跟你道个亲 如果你还不满意 如果你还不满意 我就一直在这儿跪着 直到你满意为止 你起来吧 阿姨 快起来呀 但是他必须告诉你 我一定让林天乐坐牢 这是我跟他的事 阿姨 快起来吧 地上梁 您快起来吧 阿姨 莫哲这边死也不松口 一定要让你负刑事责任 很多方法我们都试过了 甚至 张阿姨她 我们都想尽办法了 软的硬的都不行 看来 她还是不愿意放过你 你说现在的情况 真是挺难弄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不会放弃的 会继续想办法的 你们就别操心我的事了 我自己的事情 自己负责任 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 帮我照顾好爸爸跟奶奶 莫哲的脾气我很清楚 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那你 我知道这个挺难的 但我还是希望你 好好地想想办法去劝劝莫哲 因为她现在最听你的话了 天乐不能坐牢 你说林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这上上下下的都离不开天乐 嗯 抛开这些不说 咱们想想天乐 你说她这么年轻 一旦要是进了牢里 她这一辈子就完了 所以咱们 真的是想办法 要把天乐给救出来 你再好好去穿圈 莫哲去 我会尽力 去试试她 给你熬了点粥 还挺香的 那个 你能喂我一下吗 我这不太方便实在 挺好吃的 你 莫哲 妮妮 你别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只是想问你 如果现在躺在这儿的 不是我 是林天乐 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我真的想知道 你到底是心疼我 还是心疼她 为什么你为她做那么多 天乐是因为看到我的伤 所以才误会你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都应该怪我 我这儿 你能不能看在 我们这么多年 好朋友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天了吧 如果林天乐是个男人 她就应该承担责任 别再劝我 别再劝我 只会让我更烦恼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这非你嫁给我 我爱你妮妮 我爱你妮妮 我真的爱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别怕飞得多遥远 把一切留恋停在分别之前 没什么 没什么 会觉得遗憾 眼泪笑了的瞬间 感谢可以遇见你 才了解 怎样感动 回忆 回忆就算只有 什么 会永恒 因为 永远 永远在我故事中 永远在我故事中 因为我 依然爱你 到最终 都这么多天了 少语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到底在哪儿啊 阿姨 您先别太着急 我先给您做点吃的 您好歹先吃点 我没有胃口 我去开门 快去看看 是不是少语回来了 阿姨 董事长 张律师 你怎么来了 坐吧 我听说 谭总失踪了 是啊 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们都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我考虑了几天 觉得这件事还是应该跟您说 是有关于谭总的 少语跟你有联系 没有 不过 他离开公司之前 委托我做了一件事情 这是前些天 他要我帮他立的遗嘱 遗嘱 他为什么要立遗嘱啊 他说他 患了脑癌 可能时日不多了 脑癌 哎 阿姨 阿姨 你没事吧你 怎么回事啊 手语怎么会 得乱倒坏 他是故意隐瞒大家的 他告诉我 不要跟任何人 讲起这件事情 我想 也许是 他想要自己一个人 承担这种事情 不想为大家 替他担心 阿姨 阿姨 这份遗嘱 主要是说 他想要把他的遗产 倒留给他最心爱的人 依然小姐 除了这份遗嘱 他还让我 给他的女儿买了一份 终身的保险 那他有没有说他去哪儿了 他没有跟我提起这个事 我也在想 为什么他突然一声不吭地 就消失了 阿姨 阿姨 你要坚强点 终于 董事长 您也别太难过了 公司上下 都在帮忙找他 帮忙吧